第六,我们把今天所修的功德跟大家分享 撒土 现在已经到达了 大家放松休息的时间 所以接下来请大家慢慢清醒的合上双眼 请大家轻轻柔柔的 闭上眼睛 眼睛尾长 上下眼皮 轻轻的碰触 睫毛也轻轻的想触 感觉好像我们晚上快要入睡的时候 那么轻松 舒服 没有用力压眼珠 或者眼皮 轻松的闭起来 然后我们就试着想一想 现在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只有自己一个人正在做着休息 周遭都没有任何人事物 我们就在这边 拾拾拾拾的坐 轻松舒服的坐 坐在这里 我们先让我们的身体 感到轻松 消息 大家怎么做都可以 只要我们感觉 这样做 可以做得久 不容易酸壁马通 这样就可以 我们失败失败地做 什么时候感觉我们正在勉强的 我们就要知道 我们现在不要忘记静坐的核心 就是失败 失败字是包含了 最少三个意识在里面 有轻松舒服 有慢慢来 还有简简单单的意思 所以什么时候开始感到勉强 我们就愿意归零没有关系 从心开始 再一次调整 调到自己感到失败 归零这个原则 很重要 看起来好像我们进步的比较慢 因为是要归零 但是实际上 但是实际上 如果我们归零了 然后可以找到 十百点 我们反而可以进步的更快 在世俗方面 如果我们要快 我们就要紧张 要用力 要特别的努力 但是跟静坐 但是跟静坐完全相反的 也就是我们静坐的时候 我们练习 冷静 宁静 都没有给自己什么压力 只是轻松舒服的宁静而已 当我们可以宁静 然后维持失败的感觉 我们的心很快 就可以振入 可以进入状况 因为 Savai的感觉 就藏在我们的身体里面 光亮 也就在我们的身体里面 光球 或者佛像 也就在我们的身体里面 只要我们的心 够精 够细腻 我们就可以 可以 体会到它 我们就从Savai 开始 现在我们就扫描一遍 我们全身的肌肉 从头顶 从头顶 到脚底 哪里紧 哪里紧 哪里不舒服 我们现在 就调整 调整 把它放轻松 把它放轻松 从我们的头部 开始观察 开始观察 如果我们感觉 头部 没有什么感觉 那个就 那个就 对了 但是如果 什么时候 我们感觉 有种种 紧紧的感觉出现 就表示 就表示我们 开始用力 也没有关系 我们就先归零 让我们的头部 这里 感到放轻松 归零 就看自己的 静坐 状态 有的人 调一调 自己的心 就感到 舒服 有的人 需要 先稍微 张开眼睛 一下 然后 感觉 舒服 再继续坐 有的人 要先 起身 去休息 一下 再回来 静坐 就看自己的 静坐 状况 是怎么样 总而言之 我们都愿意 重新开始 如果我们 发现 什么时候 没有失败 的感觉 都愿意 重新开始 没有关系 完全 风轻松 胸部 腹部 背部 腰部 两只脚 大腿 小腿 十指 脚趾头 都完全 分轻松 全身 都分轻松 全身 都感到失败 失败的 现在我们就 抛开 一些 放下 所有 静定 静定 塔 感觉好像现在已经没有了这个身体的存在 感觉好像我们的身体 慢慢的消失 慢慢的融化 跟周旧的环境 融合 成为一体 一天 能不能算是否 敦 都不想会 至于 还会 在 现在我们正在坐在这个世界上 整个地球就是我们身体的中央点 我们先这样解释看看 所以身体的中央点很大 笼罩着全世界一切众生 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 我们也没有什么压力 因为现在好像我们的心 已经扩大到无际无边 身体的中央点 没有什么边界 无际无边 我们正在坐在身体的中央点里面 感觉身体变得很轻 很舒服 我们很想把心一直宁静 定在这里 感觉好像我们时时刻刻都在重点 越做越失败 越做越自在 那么接着就请大家 各自练习一下 感谢观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chaos bn 请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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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感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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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感谢观看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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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恩 感恩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恩 晚安 晚安 感谢观看